无论你养的是什么花或者什么植物 如果您发现它有一天长得慢了 那么就没事喷一喷 您会发现就这两下 您家的苗子又会疯狂的长起来 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对于我来说 养花是一个很头痛的一个事情 尤其是植物生长的过程中 既要杀虫又要杀菌 又要打药 还要定时的补水 反正事情特别的多 但是最烦的一个事情 就是植物不生长 长着长着突然间停了下来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可能是根有点烂了 或者是其他的温度变化 环境变化等等这些原因 您家的植物是不是也是如此 如果发现您家的植物不生长 您会怎么处理 而我呢 我的方法很简单 我用这个 这个喷一喷直接搞定 我觉得这个绝对是懒人养花的福利 虽然呢 这个成本稍微有点高 但是呢 只需要两下 那么您的植物呢 就会迅速的长起来 因为这里面呢 就是刺激它细胞分裂 以及生长的云苔树类枝 一个月之前 我在网上无意中碰到了这一瓶肥料 云苔树类枝 而且是直接打开就能用的 不用稀释 不用去其他的事情 甚至呢 我们连简单的防护都不需要 它可是低毒的 而云苔树类枝呢 如果是做农业或者种果树的朋友 应该知道 这个的作用其实很简单 就是刺激我们的植物生长的 无论是苗树或者是果树 它都可以 无论是长叶子的时候 还是开花结果的时候 都可以使用 您有没有发现呢 有些专业的博主教你 用磷酸二氢钾的时候 会往里面加入一个特别的东西 这个就是云苔树类枝 而磷酸二氢钾加了云苔树类枝之后呢 就可以促进它的磷酸二氢钾的吸收 同时刺激我们的植物的细胞分裂 让我们的植物在开花结果的时候 展开出更多更完美的花 更好的一个果子 这就是云苔树类枝 这个东西作用很不明显 因为如果你不用 您甚至一段时间之内还看不到它的效果 但是用过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会喜欢上它 因为这个可以解决 您家的植物不生长 或者长得慢的所有问题 这个云苔树类枝可直接使用 那么这个跟生根粉有什么关系 或者有区别呢 事实上这个东西可以跟生根粉一起使用 生根粉负责生根 而它就负责细胞分裂 尤其是花芽的分化 果芽的分化 或者是叶芽的分化 春天很多果树在长它的嫩叶 长它的叶子 但是有些植物总是睡着了 起不来 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家的植物基本上现在都没有了 刚刚只有唯一一颗世家 现在还没恢复 但是也昨天也发现它长叶子了 为啥 因为前天我刚好喷了一次它 来就是这盆世家 几天时间了 才几天这时间 立竿见影的看到它的效果 虽然世家现在已经差不多进入萌芽期了 但是只要我们这样喷一下 能明显的看到区别在哪里 而我的另外一盆世家 现在还没开始长叶子 所以我打算也给它喷一下 除了那些不生长的植物 其实这些苗栖的植物呢 我们也可以喷一下 能非常有效的刺激它的生长 让它更快更好地恢复过来 就这样几下之后呢 您家的西瓜呢 今年就不缺了 以后的西瓜自由呢 也就更简单了 这样一瓶打开就能用的药 我觉得最适合就是刚刚开始养花的人 老实说云台树类枝我交友 但是呢我是不怎么喜欢拿来用 为啥 因为又要稀释又要搞这些 还要搞到喷壶里面 我觉得太麻烦了 一次性弄太多又不好 一次性弄一些一点点又不够 所以呢 麻烦是太多 今年呢 我这时间真的不够 每天待在楼顶的时间非常有限 而如果我们老是忙那些事情呢 我会把我本来的事情做得不好 所以呢 我更想找到的是一些简单的 有效的东西去使用 比如这一个云台树类枝 打开盖子 我们直接可以喷了 是不是很简单 而且最重要是有效果 尤其是那些睡着了不起来的小朋友 或者长得慢的小朋友 就可以来两下 无论是中午喷 下午喷 晚上喷都没有问题 不用太在意那个时间问题 当然温度太低的时候不能用了 但是呢 正常在春天的时候 如果您家的植物不生长 那些小朋友有点调皮了 那么就来几下 就像我们的小朋友躲在床上 早上不想起来一样的 喷一下 打一下 敲一下 他自然呼噜噜跑起来了 这样子呢 能让我们的花跟果子 更快的长起来 实现我们的自由 很多朋友总是问 为什么别人家的植物都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好 而我家的植物长得那么慢呢 其实你是不懂得用懒的方法去解决它 好了 今天罗嗦到此 我是佛赛 二花香 感谢大家 拜拜